HELLO 大家好,回到來,傳說路寶石繼續火到滿挑戰 上次說到打不贏的煤炭龜,看看這次我們有沒有機會可以贏到煤炭龜 煤炭龜其實是最難處理,在我的隊伍來說,因為我的隊伍沒有水嘛,上次都說過 我們試試村山王重大樓,看看有沒有機會重創一下 完全沒有,完全重創不到 會不會不夠打呢? 不過火焰雞應該是OK的,對,火焰雞他沒辦法打,我們換走 要不需要呢?其實不用換走 食藥對面,過熱,武術都OK的 熔岩魔爺我們都可以照用這隻打,或者轉一轉珍珠貝 原始之力,OK,都是被人秒殺了 火焰雞,火焰雞,火焰雞真的夠厲害 火焰雞真的夠厲害 煤炭龜,火焰雞我們照用吧,火焰雞 先用我二連踢 扣了一點點 再踢吧 我覺得他應該會吃藥 其實去到最後,嘩,不吃了 嘩,這樣都被打死了,不是吧 嘩,泡泡光線,扣勁少,總之不用 死了,只剩下草豬 就算這隻鳳神鳥我也不夠打,好像 大星爬,咦,難道沒有火焰? 好像是,但我也不夠他打 哎! 竟然沒有火焰,這隻狐主犬 甚至不知道是甚麼水平 嘩,為什麼這樣配,那些狐狐是特地配 因為神光大星爬黑護主犬其實是一個挺典型的一個盾型的配招 至於魔牛就破汗原子之力噴煙沒什麼特別 我們當然是拿煤炭龜 上次也說過,煤炭龜是最好的選擇 這場是贏好賽,因為竟然沒有配到火技 正常有招火牙或者火焰噴射這些必需要有 自己屬性的技能一定要有一招來做一個攻擊的手段 嘩,四傷的 有些觀眾留言說有用才拿,但很可惜 因為大部分東西都沒有用,所以我決定全部都拿了,不用選擇 嘩,你看那些性格多有缺陷 加速減特攻 怎樣用啊 發色煙霧,我發現他搶回來的尊登特別廢 急躁又躁了,加速減防 對,天真加速減特防 活力性格真的強行 自帶 唉,爽,爽,爽,勇敢 你看,全部都不能用,所以大家知道為什麼我要全部都拿 因為那些性格大部分都奇奇怪怪的,都不能用 好啦,我們現在應該要去第五個道館 對,第五個道館 這個,天平牛和川山王,沒什麼特別 拿川山王吧,反正都差不多了 我覺得,念力土偶這些精靈應該不太會用到 雖然曾經我用過念力土偶,但是... 這裡啊 再想想吧,就算要用我也不會拿二十多厘的小隻 而是直接拿大隻的念力土偶 有些精靈可能大家會有些疑問,就是為什麼我還有珍珠貝在身上呢 就是因為我不想換一隻精靈進來升,然後我又很快地拋棄它 對,好像不是那麼好的嘛,好像浪費了一些時間去訓練 不如索性繼續用珍珠貝,等它賺一賺努力值之後 遲些真的不用,可能會鯉魚龍的時候才再換 OK 之後就要打普通系道館,普通的隊館相信來說不會太難打 因為我有格鬥系的火柱,格鬥系的火柱 再加上有豆粒菇的固執,這隻是唯一一隻性格叫做好的精靈 其餘那些全部都天生有缺憾 好,豆粒菇閒頭 還有這裡的精靈應該都不... 為什麼會有二歐勞毛,上次才說完就是有隻這樣的飄蟲 這裡有超能力的 超能力,蟲還是飛,忘記了 電擊波,電擊波 是蟲,OK,超能力蟲應該是 超能力蟲,勇敢性格,只有電擊波,為什麼會這樣 怎麼會變成超能力蟲 這些就是普通系道館 嘩,怎麼一熱砍死我 我心會鳳環,怪不得了 轉聖藥,朋友 有 打不死他了,增長拳 其實這隻過動員都頗硬,為什麼... 還是我的精靈太差勁? 太低叻 我還要有一隻未升叻,金剛升,很可惜 應該是說未進化才對 防禦房間 新篇幅的防禦 其實這隻都不太好,因為被他嚇著,飛人機 不太好,不太好,不太好 不太好 劈開 70和95 75和70 這招吧,當然是用招100命中 95命中這些很容易失敗 雷電 巴馬 發勁 進速拳 哎呀,頂吃藥 死了,不夠快 但是撐得住 火箭兵團全部都要搶 不需要想那麼多 全部都搶 好,其實我可以選擇直接打管主 因為我覺得 其他精靈都不用拿都無所謂 我們直接挑戰管主 玩玩管主的精靈 40個 還可以的,我們轉一轉珍珠妹出去死 火焰雞的二連踢 我二連踢 OK,換一換 這裡 他有隻請教皇 我們換成好聖蟹 應該他快一點,我們用迷魂拳 對 然後我們用 這隻降低去防禦 沒有命中 唉 怎麼會這樣 其實很傷 但是他用了火拳 吉利蛋 豆粒菇的發勁 頭炸地球 發勁打一半血倒 音速拳應該打不死 我們用發勁的 衝天拳要不要呢 我們要吧 要招衝天拳 掛洞 掛洞要不要呢 要不要高聖星 八邊乖 給... 大家猜他換 對了 八邊乖 火焰 不是吧 嘩 總之被川山王去轉 但是不是川山王黑住我 又 輸了 這就是輸了唯一 刺耳星那裡 刺耳星那裡 刺耳星一定死的 那隻 那隻 請牙王死的 火焰雞 正正因為那裡死了就輸了 先浮勝蟹 接著用這隻 刺耳星 基本上中了刺耳星 大概兩招火焰 兩招二連擊就死了 吉利蛋就用豆粒菇去處理 衝天拳 嘩 一下秒 深眼不要 八邊怪我們用... 八邊怪我們換川山王 川山王 OK 搞定 輸了給雲命 其實我想要八邊怪 但是請家王好像很有用 請家王 八邊怪說夠為根 有了 想拿八邊怪 因為請家王其實我拿來沒什麼意思 老實說 因為請家王 他的特性有點難處理 八邊怪 看看有沒有機會夢特性 雖然我覺得 夢特性的激率也有點低 HM03衝浪 好 外中有一招水技能 好 揪一揪 八邊怪 咦 他真的是夢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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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拿出來玩一下 啊 有隻強勁的戰兵 各位我們 看看二歐路普 加防減速 加防減速好像是合性價 加防減速 加防減速 加速減特防 吃草 OK 其實還可以 嘩 剛才什麼事啊 為什麼這麼順手可以上水 試一次 我剛才沒有按過按鈕 剛才 為什麼會這樣呢 嘩 這麼神奇 這個系統 厲害啊 為什麼可以這樣跑下去 它自動上去 上去 我還不用 不用 不用助跑 就這樣撞兩下 它自動上去 去水 嘩 厲害啊 為什麼 什麼時候 即是六寶石 已經弄成這樣了 為什麼 這麼神經病 哈哈 好啦 我們來到這個水域 15個鯉魚王 我們拿鯉魚王 如果他適合性格 我們就練什麼 他不適合 我們就直接用鯉魚王 甜母 南瓜精 南瓜精無技打 全部都打不中 影子偷襲 獨場味 我們拿南瓜 其實我很喜歡用南瓜 但可惜他那個 能力直分布 其實偏向不算是很強 真的 三不像 他變成好像輔助 輔助角色 但他的防禦性能 又不是特別好 之後他那個 很多東西都不行 其實我很喜歡他的樣子 即是南瓜 由他剛剛出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隻南瓜很有趣 好 爽啊 不用按這個 確定到可以直接 直接這個 直接這個 直接游泳 無鶴海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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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想了 這些 好吊槓 草幹仔 一拳打爆草幹仔 好吊槓 身體輕量 自爆 這個位置 瘋了 竟然自爆 哇 他變得最快速的 廢托斯 他用了這個 加速之後 咦 軍雷金剛星 草降人不拿 這些 好 大吳 泥巴魚 我們是不是要回血呢 給金剛星 不如 金剛星走 嘩 不行 為什麼馬上打飛人 是嗎 隨便打 大王燕 火焰雞 雖然被他黑了 火焰拼 OK 大王燕兩隻 兩隻都一樣 我拿另一隻 大王燕 櫻花 寶 嘩 真的很順手 就搭了船 唉 油了水 臭臭花 這麼多草蟹 雖然印象中本身 這個版本裡面 都有很多草蟹精靈在這森林裡 訓練家 人機靈自打 船 水 火焰雞 Friday 火焰鐵 好 真駛 又了 又有安列顧 各位 還要有一幫變怪 利用一萬隻雙卡 沒有打 一攻打 HELLO 架,咬這隻,然後重疊,不行,劈開吧 咬住 火焰牙,劈開 劈開毒血丸 這裡用咬住加劈開 咬住劈開 這裡要走 哎呀,沒有飛行人重,但不要緊,按照震 什麼都不怕,按照震 自己的精靈而已,沒事的 這個精靈有點多 嗯,技能有點少 第一隻呢 HELLO,加些技能,感覺上實用一點 技能組實用 好,我記憶當中,水艦隊應該是一堆水系精靈 所以我們用草系打應該可以 但這隻是飛行系 水飛行 被人瞬間瞄殺了 出來吧,八邊怪 水巡返雨漆空氣站 對空氣站 嘩,nice 好,八邊怪變,然後用完它發現 一般就可以選另一隻精靈去搶 多方便 我們DWB沒有草屬性技能 還要一下被人混亂了 混混,哦 火焰雞 2點踢 漢村 漢村 漢村這種技能不錯 雖然只是局限於他會用那些什麼 什麼掘洞,飛天那些才會用到 但我覺得都挺強 有招保護真的不錯 好 好 土狼拳 土狼拳 衝點拳 音速拳 OK 海盜獸 海盜獸好像打不贏 寶草是吧 OKOK 還可以 冷水猴還是海盜獸?當然是冷水猴 冷水猿 當然是 當然是讓其他精靈發揮一下 怎麼可以只給海盜 海盜這些已經經常都看到了 海盜這些已經經常看到了 蚊香菌 炭香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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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魔師 炭香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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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想拿章魚桶,章魚桶呢 OK,試試打這個...好像是鋼部 有麻痺精靈,但我們不怕,我們試試 敵豬霸,水蟲 水蟲要用岩石或飛行柳,先頭脫 瘋狂頭脫 下隻是什麼?外獸?草系 沒有中到,我們八片怪,看看是什麼技能 意念頭脫衝浪,有睡覺的 他一睡覺就糟糕了 敵豬霸,突防超高敵豬霸 神經病,敵豬霸 好,完成,飄浮泡泡 飄浮泡泡這個精靈其實... 有點可惜的是,他雖然有很多不同的形態 但其實他每次都要配合到... 怎樣說呢? 他一定要有其他天氣手去配搭 他才可以出來用 很可惜 沒理由自己開出來,然後自己開天氣這麼白癡 或者遲些我可以開一個遊戲 在原版裡面只用天氣娃娃過關 或者只配搭一個天氣手去過關 這隻... 感覺上這個精靈好像有一些吉祥物 老實說,很少可會見人真的會拿來用 可能要強化一點 可能要把他的能力再強化一點 可能就比較傾向會多出現一點 我覺得這個特性都挺有趣 這個天情畫畫 好,我們來打第四五次的敵敵 對面是什麼? 念啊 珍珠貝先 等待會再下潮船 水槍 OK的了,慢慢摸他 接著川山王的重疊 OK 火焰雞的話 火焰雞的話我們先用川山王一招 火焰雞,OK 他加速特色真的很麻煩 八變怪,大家一樣速度 接著... 我先開個劍尾 先開個劍尾 OK 現在大家都加速的 我有加防、加攻 那我們可以用劍尾 OK,應該贏了 始終八變怪,老實說 他當時一出的時候都很屈肌 就算不是以前 現在都很屈肌的感覺 這個八變怪 草是嗎? 草水是嗎? 其實我也用火焰雞 火焰雞 火焰雞 或者自然我到裡面的怪 先 劈開他 OK 這個 太屈肌了 加速火焰雞太屈肌了 火焰雞 如果我們有加速的特性 基本上... 是不會輸的 老實說 是不能輸的 這個特性 真的 因為這個特性太厲害了 加速的火焰雞 都是晚火 可惜 依然是晚火 好,那今集的傳說老闆先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回來看看 搶絕什麼精靈 就這樣 拜拜